大家好,我是老薛,老薛现在在广西的桂林 我能来到桂林四天了,下了三天的雨 今天呢,下雨也要去找寻美食 当地的朋友给我叫我说呢,凌川的狗肉是特别好吃的 那么今天老薛冒雨,前往凌川去品尝一下凌川的特色狗肉 她们都要去世 them 有点凌川的红色 非常好看 在家里面的一小块 人家在家里面和一家里面和一家里面的赫金 但是是很大的小块 可以这样的一些油画 其他就是油画面和一家里面和一家里面和一边的风格 吃都是油画面和一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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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和小朋友 这开吃之前呢老家要了瓶小酒啊 桂林的天气特别闷热特别潮湿 吃一口肉喝瓶小酒 这就是今天老师的任务 咱尝一下这一块啊 这一块是这种带皮的啊带皮的 你看你是河南还是河的 第一口一吃啊 这个皮特别的劲道有脚趾 非常香 这个是给的这个辣椒酱 这个里边是剁椒还有这个芙芦 这个芙芦呢在这里面呢是标配 包括这个狗肉里边也加了这个芙芦 吃一块这个皮 这狗是我们当地的土狗 在养狗 就是那种虫狗 就做这个芙芦 它这边应该是那种养殖的那种 中华群 中华群 一黄二白 第一是选黄狗 第二是选白狗 哦 最佳的就是虫狗 而且叫公狗 哦是这样 嗯 不是什么狗 我得吃 哦 那虫狗不好吃 我们当地人不喜欢吃虫狗 你也有这个养殖肠吗 没有 这都是山下收来的 哦不是收过来的 对 是山下收过来的 自然生长的时候 哦 炒点双菜 这个双菜不辣的 老不酸的 嗯 是我尝了一下 可以 不是那么非常酸的那种 吃到后面点那个以后 然后再把那个汤放进来 放进来 对煮这个米粉 加点辣椒加点葱 它就可以了 哦 这狗肉米粉 狗肉米粉 对 还有狗肉当炒饭 嗯 今天你先尝一下狗肉米粉吧 真是感受一下 这个凌川的特色 那时 干杯朋友们 一盒小酒一盒肉 这才是生活的节奏 哈哈 这边这个特点就是 背皮的这个狗肉 超级香 这狗肉配这个酸菜啊 就吃起来不是那么的腻 我们经常在冬天 为了你吃狗肉的习惯 是过了5月份以后就不吃了 到10月份以后再吃了 10月份以后 10月份以后 嗯 就是天气 稍微有几个转转的 还有这里的风 就是它那个5月份以后的狗 可能就长了 那个什么狗鸡 嗯 然后就不吃狗肉了 对对对 天很热 但是我们玉林 玉林那边 对吧 还有那个南京那边 一年世纪都吃 一年世纪都吃 他们是那个最热的时候 不是狗肉铁吗 对对对 在过来是玉林的狗肉节怎么开啊 对对对 狗肉一吃铁 一边狗肉一边吃铁 一边吃狗肉一边吃铁 嗯 现在就是等这个锅开了之后 我把这个米粉下去 也尝一下这个狗肉米粉啥味的 我们把这个米粉放进去 这狗肉米粉啊也已经好了 我就用这个盆吧 简单一些 非常的爽滑 然后配合了这个狗肉的这个香味 吃这个有点稍微有点遗憾是啥呢 没有喝那个桂林的那个山花酒 还要一瓶那个桂林的山花酒呢 所以我们宁川狗肉跟玉林狗肉比的话 就是有这个优点有这个特色 第一我们的口味的话 还是基本上大中话是很喜欢的 尤其是南北结合的 对 南北结合 因为我们这边说 吃狗肉讲究的话 就是狗肉必须快快带皮 快快带皮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狗 我们这边狗那个皮 那个是非常好吃的 你刚吃过的话 它非常香 有嚼劲 然后呢 它有 那活跃感很强 那我们再带皮 我们来看看